岩首縣著名觀光景點 日本三大中乳洞的龍泉洞 可以看到湍急大水不斷灌進路邊 迫使道路緊急封閉 多處河川超過氾濫警戒水位 緊急洩洪 透過照片來看 岩泉町小本川平時樣貌 和颱風後溪水暴漲的情況 對比驚人 大水漫進民宅 玄關被淹 冰箱損毀 災民苦不堪言 颱風帶來的強降雨不容小覷 岩首縣九磁市 48小時累積降雨量達481.5毫米 短短一天下的雨 是往年八月一整個月降雨量的 二點六倍之多 岩首縣沿岸五座城市 發布避難警報 要求超過十萬居民即刻避難 經歷過三一一大地震 當地避難帳篷物資齊全 消防隊嚴陣以待 馬利亞颱風持續影響東北地區 而日本周圍還有其他颱風環繞 日本氣象廳預估 七號颱風安比生成 預計十六十七日 對關東地區影響最大 加上六號颱風山神 日本漁蘭盆結假期碰上三臺共舞 馬利亞剛走後頭 還有颱風接地來襲 影響期間恐降拉長 提醒赴日旅遊民眾 要格外留意天氣及交通動態 三臺新聞 柯亞函報道 陳昂可以擦少你 思念 北地區